韩琛和韩锦都步入了大学校园 开启了他们精彩的大学生活 季星和韩婷都很欣慰 韩琛直接上的是本省的重点大学 韩锦虽然差一点 但是好歹也是本科上线 妈 能不能再给我两千元生活费啊 韩锦视频的时候对季星说 季星皱皱眉头 开学的时候我不是给你五千元吗 这才过去一个月 就没有了 韩婷 孩子没钱花了 你给他打的就是 季星到了他一眼 就你惯着孩子 要什么给买什么 韩锦之前花钱精打细算 不会浪费 怎么突然花得这么多了呢 季星心生疑惑 最近总在新闻里看到校园霸凌的新闻 韩锦不会遇到了吧 越想季星越担心 于是把自己的猜测告诉了韩婷 韩婷笑他是担心过度了 季星把钱转过去 心里还是不踏实 决定亲自去学校看看情况 于是去了韩锦的大学 原来 儿子并没有遭遇什么霸凌 而是谈女朋友了 季星远远地看了一眼 韩锦和一个高挑的女孩子一起又说又笑地走在校园的小道上 看起来两个人还真的很般配 不由得嘴角上扬 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回家了 刚上大学就谈恋爱 这小子真的是太着急了 季星一边说一边嘴都合不上了 韩锦 你的钱还够花吗 季星打电话问 你不是刚给我的钱吗 怎么又问 韩锦一脸不解 季星笑着说 你要是钱不够花了 就跟妈说啊 韩锦觉察出了季星的不对劲 问道 妈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季星赶紧摇头 我不知道你谈女朋友了 韩锦有点不好意思 没说话 季星捂住嘴 知道自己说漏了 赶紧解释道 妈是替你高兴 我们韩锦长大了 腊月二十六的晚上 韩锦来找季星 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 韩锦 有什么事吗 季星问 也没什么 韩锦说 有什么话就直说 别藏着掖着 扭扭捏捏的 季星说 妈 明天是林月的生日 可不可以让他来咱家过啊 韩锦小心翼翼地问 当然好啊 可是他爸妈会同意吗 季星问 他妈妈在他小时候就去世了 他爸爸现在当保安 一直在厂子里 没空管他 韩锦说 季星一听 是个可怜的孩子 欣然同意 并且第二天早早就安排 家里的保姆准备食材 第二天 韩锦则牵着林月的手 站在门外 季星 你们终于到了 快进来 快进来 林月 欢迎你呀 林月有些害羞 但还是礼貌地回应 叔叔 阿姨好 打扰你们了 季星 说什么打扰 以后有空就常来 把这当自己的家 韩廷倒是没有没有像季星这么热情 不过在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这小子眼光不错 女朋友看起来既有礼貌又漂亮 韩锦在一旁插话 妈 您准备了一些什么饭菜 我都闻到香味了 季星笑得何不拢嘴 那当然 今天李阿姨可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呢 季星 林月啊 尝尝这道松鼠鲑鱼 是李阿姨的拿手菜 林月夹起一块鱼肉 轻轻品尝 随后眼睛一亮 太好吃了 阿姨 李阿姨的手艺真是太棒了 韩锦得意地说 看吧 我就说我们家饭菜不错吧 季星笑眯眯地看着两人 心中满是欣慰 只要你喜欢就好 以后常来 让李阿姨给你做好吃的 季星和韩廷看到儿子幸福的样子 不由得心里窃喜 这怎么就有种想要当爷爷奶奶的想法了 两个人相识一笑 心里的小心思当然不能让孩子们知道